中南海的同志跟我说 文贵啊 刘成杰冠军的事情你绝对错了 其他我都支持你 刘成杰冠军找到了 孙杨那个他说他们跟我说的那不是实话 他说但是 8月5号七山同志 参加了这个葬礼 刘新阳的葬礼 刘成杰来了 但是这个什么关系呢 说实在话 中南海里的很多人都很天真 因为他们的成长环境 除了车上就是办公室 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跟社会接触 这些人听到的看到的 都是二水货 和三水货 甚至是千水货 都不是真话 来自于秘书 来自于司机 来甚至家里边的阿姨 给他说话他都很高兴 他们很孤独 他们已经 我说他们都被三规了 都被三规了 什么都被三规了 第一条 任何人 他都不能随便跟别人接触 接触他就被害呀 人心险恶呀 政治的需要啊 已经被归了 第二条 被党的规矩给归了 都得说瞎话 谁不说瞎话你活不了 你敢说一句真话吗 你一句真话找死了 规定说瞎话 第三条 所有人的生命都被规定了去处 那就是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 所有的这个共产党的高官们 他们有三怕 很多人都不许了解这个 什么三怕吗 大家我给分享一下 第一怕 怕有病 所有人一旦有病了 我告诉你 这些人就害怕了 因为秘书也不敢知道 甚至老婆都不敢知道 因为一旦有病就不能升官 甚至会被免职 会被调走 因为有病等于被判了死刑 试图结束了 所以中国的高级医院在北京 那都有特殊的权利 帮助领导 掩盖病情 掩盖病情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员 你去看每个人去 他都怕什么呀 大家除了怕有病 还怕什么大家 干脆过 所有的领导都怕真话 他都不敢说真话 也不希望别人跟他说真话 他也不敢听 全都怕真话 一下子一说真话就完了 第三件事情 所有的 所有的咱们中央的领导 最怕的 就是双规 就是双规 双规就最后就结束了 双规有病 还有讲真话 那么现在 当大家去讲真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那个 那个 冠军 刘成杰 孙瑶的视频 你看看 那脸被大家给打的 为啥呀 因为大家看不下去了 你演了这么一出戏过来 这叫什么玩意吗 你把中央领导 你把全国人民智商都当成零了 这不就 那太骗人了吗